有很多地下的六丘人要說中 不然每個月輪流開花結構的五種回顧 還可以觀察魚仔和水生寺部的生態地 不過因為照顧方法不一樣 同樣需要立法濟港的幫忙 六丘人要說中的船子很多 相對來說也有很多落後 有些落後可以作為堆肥 但是如果落在生態地中 等到變身分手 可以說每天都要來請你 這個水池裡面會有上面樹葉掉下來 那第一個動作我們就先把那個樹葉剪出來 用這個夾子去剪 然後先把它表面的剪起來 把一些表面的那個髒東西 還有浮瓶那個撈起來 撈起來使這個水底下的空氣會比較好 魚也要有那個氧氣 所以上面的那個一些髒東西 會把那個氧氣割掉 所以它要把那個撈起來 所以對魚的生態會比較好 水蘭裡的濟港 除了有很多新粉 但連你看濟港也沒有剪菜 比如新台地要入洪換水 也會比較好 如果不能一次全部換掉 也不能直接撈進去水底 這個水可以去澆菜 或者澆花很營養 把它撈超多三分之一起來 或者一半起來 這個生態池它下面 跟底下沒有結合 就是隔開的 那這個土的話 你一沖的話 它會混濁更嚴重 所以盡量就是 從石頭這樣下去 會更好 等年你看這天 其實一點也不會輕鬆 可以說每天都要用很多時間 來公風照顧 但是這營中間 不然做得更高興 而且60幾個中 跟公風洞最時 在自己的房子都在維吼 記者 飯店家的認金爐 露酒蔡宏寶島 然後…